很謝謝他們就是 沒有放棄我啊 或者是說沒有受不了 我的這種脾氣啊 但是我們其實是互相包容 我覺得我們一路 可以走到這麼久 真的就是 我們互相包容 時尚的口罩 有沒有 時髦還有幹嘛 精煉條好不好 水多什麼身分 好 身分 因為我們這天就是 有特別有效 然後我們就決定 就是自己三個人吃飯 真的只有我們三個 沒有其他人 然後我們就肆無忌憚的 什麼都聊 然後也聊到以前 工作的一些狀況 然後聊著聊著 真的是又哭又笑 然後就覺得 哇 我們怎麼會 這麼愛著對方 就是會講到 我們小時候工作的時候 有些一些矛盾 講出來以後 就是 我就 我就 我就知道原來 其實他們知道 他們其實知道 我當時的心情 可是因為年輕的 我們不知道該怎麼去 處理這樣 然後就讓他就過了這樣 可是多年後 他這樣講出來的時候 其實我的那個情緒就 就來了 可是我是那種 是很感動 而且是很奇妙 就感覺說 我們默契實在真的太好了 然後你在這個時候 這樣突然跟我講 我就 抱哭這樣 很謝謝他們 就是 沒有放棄我啊 或者是說 沒有受不了我的這種脾氣啊 但是我們其實是 互相包容 我覺得我們一路 可以走到這麼久 真的就是 我們互相包容 我們接受彼此的樣子 那你們三個人 PO出去的照片 我先選好了 喔 沒有欸 你知道我們三個超有默契 我也被歌迷嚇到 他說我們三個人發照片的順序 C位的位置剛好是SHE 我真的沒有想到欸 我只能說 這一切都是甜泥 一切都是 好老喔 但是我就覺得 怎麼會這麼巧 所以他們就是歌迷嘛 就是他們會發現這種東西 像我剛剛從家裡 過來的路上 我就看著他們做的影片 像看著看就會有點銀行 我們就是 很謝謝他們 這麼細心的做這些事情 我在想說 為什麼他們會做這些事情 就是 因為那是滿滿的愛 這件事已經很麻煩的 你要號召很多東西 你要整理很多東西 你還要組織很多的人 這些都是不容易的事 可是他為什麼 為了你可以做這些事情 就是因為愛啊 那怎麼沒想過 要怎麼無預警的 開個直播啊 給大家一些驚喜呢 也 也沒有想到欸 因為可能會太幫了 如果這種時候開直播 會不會變成災難啊 不當喔 付到20年有沒有 最想刪掉的畫面啊 你就是看 看在那一起 不會啦 其實我都能接受了啦 反正我就這樣 像我那時候 我參加那個 憲哥的節目 我們在比賽的那一次 我就穿那個裙子啊 然後穿的 博肯拖鞋 還不是良鞋喔 夾腳的喔 我就去唱歌了 當次的深夜裡 你是否一樣 唱得跟曹妮一樣 有過難聽的 上電視節目 我不想太做做太矯情 你知道嗎 結果後來 太過冷靜 冷訓到很像屎魚 我後來回去看 播出的時候 我想說 天啊 我的創歌 是這個樣子喔 看到那些影片啊 你心情真的會很好欸 所以我們常常 有時候就會一起 如果我有看到 我就會分享給他們 那進寶可以看嗎 進寶可以啊 那很承認 不會啦 不會 你看進寶如果在我那個年代 他絕對怕我怕到也不行 欸不對 他可能會怕Selina 我會開始 太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